此时李世民率领大军来到了高职城外 他仍然要采取匹敌之计 说白了还是那句话扬长臂短 我方的长处就在于我方耗得起 能打得起这个消耗战 那当然了薛仁狗那简直就急得不得了呀 反复派遣大将在城下骂战挑战 但是李世民的手下 这回汲取了上次战败的血的教训 坚守不出 不管你怎么挑战不为所动 这一坚守长达六十多天 最后薛仁狗部队的军粮真的耗尽了 这回再也不是幌子了 这回军粮是真的耗尽了 那么这个时候军心就开始不稳了 说实话外行谈战术 内行谈后勤 打仗拼的就是后勤补给 后勤补给跟得上 即便不能大胜 也不至于打败 后勤补给只要你跟不上 马上军心又动摇就不稳 所以薛仁狗的阵营就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那对于李世民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这证明敌人已经开始瓦解了 松动了 所以李世民最后下定决心 决战的时刻到了 这些刺激的方法 我下定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